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把他拿掉 一定有料料 不斷電 還要電流在裡面 過癢分 如果缺癢就多久 人要去救就不敢救 我們兒子又跟著救救我 我們兒子跟著救救 沒人敢我去 是要怎麼救 用盡他全身的力氣 要微服的力氣 我都學高說 海電卻沒有出來 沒人家說要救我 才25歲 進去交互病房看望他的時候 他瞳孔還是呈現放大 昏迷指數還是3 醫院還是用生押劑 你把他一直生押 問題是他有回復狀況 回復狀況之後 問題是他只勉強維持生命現象 本來想要轉送榮種 怕說中途 設備的問題 突發狀況沒辦法 沒辦法施救 所以還是維持在李中和醫院 李中和醫院之後 在昨天晚上 大概發生事情的當天晚上 發現也不行 所以要轉送到榮種 榮種也是認定 即便救回來 還是沒有效 所以在今天下午 昨天晚上大概三點多 就宣布無效 一個年輕的少年 二十幾歲 他的生日就變成是他的忌日 就是我們非常傷痛的一件事情 所以 所以 台電真的要痛定思痛 為什麼沒有斷電 沒有斷電之後 現場又沒有來做一個很好的管控 造成一個生命的消失 所以說目前台電還沒有跟你們承認他們的過失 目前是 他昨天有來關心 那也走了 就是來看一下 那有向你們道歉之類的嗎 道歉 他們也是在 我相信他們也是在 用推卸責任的概念 推卸責任 怎麼說 怎麼 你覺得他會怎樣推卸責任 其實他一開始也沒有說是承認過錯 也是在討論過程當中 才來說 他們有一點蔬詩之類的 可是蔬詩並不代表說 他們有什麼作用 只是口頭上的說而已 他們說蔬詩子 他們自己承認的蔬詩講說 沒有明講 沒有具體的說法 沒有說什麼斷電那些 他們都沒有詳細講到 對 也沒有講到說 為什麼會突然 那個掉下來 他們的 這過程當中都沒有解釋 所以他們 他們只有跟你們提到哪一部分 他其實沒有明講 都沒明講 就是聽起來 也沒有什麼要做什麼後續的動作 就只是來關心說狀況這樣子 就是說 單純來關心 你弟弟昨天送 就送醫院搶救的狀況這樣子 對